注意!以下将全程用Google小姐的声音高速解说 大家知道游戏王这部作品吗?游戏王是许多人的童年对吧 游戏王原本是由日本漫画家,高桥何希老师,所创作的漫画 之后动画画,以及出了相关的卡牌游戏 动画由东映动画制作,指牌由万代公司发行 在它们完结之后,指牌改由科勒美公司发行,动画改由东京电视台和NOS制作 并将名称改为游戏王怪兽之决斗 之后也出了不少系列动画和剧场版 到目前为止有9部电视动画与4部剧场版 分别是游戏王,游戏王怪兽之决斗,游戏王怪兽之决斗,GX 游戏王5DS,游戏王Batter,游戏王R5,游戏王Brains 游戏王7DS,游戏王Go Rush 剧场版是游戏王,光之金字塔,超融合,跨越时空的羁绊 四元的黑暗面 印象中电视上有播过东映版游戏王 但内容是如何我完全不记得了 只记得主角额头上有第三只眼睛 小时候的我对故事有心理阴影 根据网路上的资料 台湾的东映版游戏王似乎存在两种版本 三立都会台版和华士版 可以从维基百科和台湾配音维基找到一些资料 不过影音相关就没有任何资料了 似乎也没发行VCD和DVD 就这样失传了 下一部作品是游戏王,怪兽之决斗 这部就是最多人有印象的 华士,三立都会台,八大综合台,东森又又台,超级电视台都曾经播映过 尤其八大综合台还自行改编片头曲 改成这首以战止战 真怀念 其实这首歌还不错听 美好的过去为什么会渐行渐远呢 下一部作品游戏王GX 游戏王GX曾经在华士,伟来综合台和东森又又台播映过 还记得当时华士预告说要播新的游戏王卡通 我每个礼拜都守在电视机前就为了要看GX 之后,伟来综合台也重播了几次GX 然后 很久很久以后 东森又又台也播映了游戏王GX 而且是在半月停到收播前播出 关于这部分,后面再详细说明 当时华士只播了第一季,也就是只播了52集就结束了 从之后的东森又又台来看 看起来就只配音了前52集的样子 其实当时日本似乎只预定要播52集就结束 这个说法我在Aquity里看到 他说GX预计只播放一年这件事是从某个访问中得知的 可是我没找到是哪个interview有提及这件事 从进入第二季仍沿用第一季的OPED也可推测出 当时制作GX第二季是仓促决定的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导致台湾错失取得第二季以后播映权的机会 当然也有可能只是因为没有人想继续代理 下一部作品游戏网5DS 过了很久很久 华士放出了预计要播放全新游戏网5DS的广告 当时我很开心终于有新的游戏网动画了 明明是这样但结果让我失望 华士播到一旦就不播了 印象中是播到卡丽从高楼摔下去后就没了 不知道停播的原因是什么 很久以后八大综合台也播了5DS 看完后终于满足了 我在八大补完了5DS第一季 不过很久很久以后 华士再次播映5DS 这次他们就有好好播完黑暗者片了 同时东森又又台也播了5DS 当时晚餐时间原本在播怪兽之决斗 在怪兽之决斗完结前又又台放出预告 预告要播放5DS 当时我在想大概只播到黑暗者片结束吧 结果在黑暗者片结束前几集 又又台都没放出新卡通的预告 该不会要继续播下去吧 果不其然是全新的没看过的5DS 就这样直接播到了完结 我的5DS就这样在东森又又台补完了 虽然在毁灭阵片被剪接很多 所有拿着枪指着人的头的画面全部被剪掉 不过能看完已经很满足了 更惊讶的是 在5DS完结前又又台放出了预告 预告要播放游戏王 下一部作品游戏王 在东森又又台全台首播 YouTube上还找得到又又台当时的广告 就在东森又又台的官方频道 不过当时日本也还正在播映 所以只播了第一期 也就是73集就结束了 继续重播怪兽之决斗 在日本播映完 Zear之后 东森又又台也开始播映新的 Zear 这些预告现在在YouTube的官方频道也还找得到 这次的播放时间不是晚餐时间了 而是小朋友准备上床睡觉的晚上10点播出 好像在半夜零点还是1点有重播 就这样我的 Zear也在东森又又台补完了 可喜可贺 然而之后就没那么顺利了 下一部作品 游戏王Arc 5 过了很久 东森又又台终于又要播新的游戏王动画 这次的播放时段比 Zear第二季更晚 在晚上11点播出 在第一季标准次元片播完过后一段时间 播了第二季同步次元片 同步次元片播完后 就没了 再也没有新的游戏王卡通 第三季 以及之后的frames就都没在台湾播过了 我不确定哪几台播过哪些剧场版 在 东映版大概没播过 光之金字塔不知道哪几台 超融合和次元的黑暗面是东森电影台 顺带一提 超融合的配音人员和5DS电视动画的不一样 例如电影版的龙雅听起来像小女孩 游戏你是激素战士对不对 是啊 我又在玩呢 那我们两个一起决斗好不好 我平常的对手是龙哥 真的好无聊哦 你很没礼貌耶 你的实力也不怎么样嘛 游戏怎么回事 全是渐渐的消失 为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声音导演以为龙雅是你的 就像5DS初期大家都以为拉力是你的 所以配音员用女孩口吻配音 直到某集拉力裸上半身 配音员才改用男孩口吻配音 回到话题 所以前5部作品都在台湾播映过 但第2部GX只有第1季也就是前52集 而第5部R5只播到同步次元片结束也就是前99集 其中东森又又台是唯一播映过所有配音的动画作品的电视台 关于刚才提到的 GX在凌晨时段播出的是 GX在东森又又台播出的时段是 凌晨2点到凌晨4点连播4集 花13天播完 宁愿用凌晨的时段也要把GX播完 让我感觉当时的东森又又台的高层 是不是有人很喜欢游戏玩 才会这么有心 可惜还是没播完R5 Frains甚至没机会播 台湾也发售过游戏王动画的DVD 我不知道历史上曾发售过多少种的DVD 我只知道 怪兽之决斗 GX 5DS 光之金字塔 超融合超越时空的牵绊 次元的黑暗面 6种 怪兽之决斗由红恩文化发行 GX由韩裕发行 不过GX的DVD似乎有两种 17片版的和2片版的 画质和音质都不太一样呢 毕竟一片DVD的容量有限 一片里要塞那么多集的话 5DS是由彩昌发行的 只有前64集 光之金字塔由明华发行 超融合超越时空的牵绊同样有彩昌发行 没有国语发音 次元的黑暗面由海乐发行 以上是我知道的全部 前三部有正版DVD的就不用说了 重要的是5DS第65集以后 只在电视上播映过一次的那些作品 有同好把它们录制并保存起来 据我所知5DS有两人以上 而之后的作品都只有一人 优酷曾经有一个频道叫做 瑞欣去死吧 它曾经有5DS到Ark5所有的国语配音 但现在都没了 连频道本身也没了 现在的频道名称变成这个意义不明的名称 它的 Zad的相关影片标题是 Ark5的是 当时它是唯一 所以如果有其他人也上传了 大概都是从它这里拿的 不过现在都没了 以上就是我知道的全部 有什么问题请参阅影片说明栏吧 就这样 拜拜